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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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99 巧士丁 今天是2019年12月26日 一段节刚过啦 那距离年末也大概只剩下六天 我们来看看你今天的运势吧 前面有三张牌 分为右边 中间 左边 那你直觉的选出某一组牌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帮你解读咯 我给你五秒钟 一 二 三 四 五 选好了吗 选好我们就开始咯 首先我们来开牌右边的牌 右边的牌是叫红牌 叫红牌的意思是说 在你今天你所要完成的事情 所要达成的目标 无论或是你要达成的课业等等 为一个权威人士 神圣人士 有力的人士 这个人士呢 会给予你最大的指导 帮助 协助 然后把你心中想要完成的事件 想要完成的事情 达标哦 这是属于右边的牌 那中间呢 因为刚刚在抽的时候 一次就可以拉出三张牌 所以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特别针对中间的牌啊 你会有什么样的 你中间的牌啊 你会有什么样的运势呢 今天啊你好像 会特别的烦恼 然后导致你会有 对某些成因 那我一般想到的就是 煙啊 酒啊 然后 可能 看电视啊 甚至可能 比较有些人 会用到一些 不该碰到的 的东西 那 那 劝你要适量 如果违法的东西 就不要再去碰 那 就算是烟跟酒 还有所有 你一定要适量 那你心中所烦恼的就是 有关于经济啊 外在 物质的部分 尤其现在连关近了 那这些东西怎么来 是你心里 会有所担心的部分 那 这个也让你心里会很冲突 让你心里会很难受 那 其实啊 多了一张牌啊 是魔术师牌 就是 嗯 也许你先放下 现在的烦恼 如果今天你 身无分文 或是没有代价的话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去达成你要的目标呢 也许你先跳多 心里被 紧箍 被束缚的 的这种心情 你就会马上想到 其实你还有 你有很多的能力 可以去做到 你要的东西哦 这是属于 总监牌的部分 加油 你会找到 你新的契机 我们再来看一下 左边牌的部分 哎 左边牌的部分 正义牌 空正牌又出现了 这昨天出现 今天又出现 所以你今天 仍然会为了 啊 两个你非常在乎的东西 必须要做取舍 做判断 必须要先 谁先谁后 或者是需要割舍掉谁 那这样的取舍呢 你非常的难以做决定 但是 你被迫要做决定 这个是你今天 在正义牌 所要告诉你的部分 好 那夹夹夹斯丁 关于今天的运势 就是解读到这边 如果你想要关心 每日的运势 就订阅夹夹夹斯丁的频道哦 今集到这边 拜拜